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這節John Connor跟大家說一節美國的新聞 這節要做一個分析 分析一下特朗普最近的舉動 以及美國 那個情況 到底特朗普有沒有機會 下屆去奪回美國呢 特朗普好像很有信心 特朗普出來發表演說 在愛我華州 發表演講 特朗普聲言一定要重奪美國 其實我們也很同意 美國現在跟被奪去差不多 實際上 不僅是奪去了美國 甚至乎還奪去了全世界 假如任由這個情況繼續 情況和後果就可以非常之惡劣 所以即使是 非常之多 困難 特朗普其實無論如何 都應該出來繼續競選下一屆總統 我們先講講那個內容 但在講之前請大家做好 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也提醒大家10月17日 請了 特朗普 特朗普的前拍檔 前國務卿 就是蓬佩奧 會發表演講 會在加州的聖河西 請大家去袁爸爸的網站報名 盡量把握這個機會 當日 很多人希望有機會看到特朗普 告訴他香港的情況 希望他可以幫助香港 實際上處理外交事務對於美國政府來說 就是國務卿負責 所以實際上 看到蓬佩奧的重要性就比特朗普更加高 雖然現在他們卸任了 但是這個就是 美國的前國務卿 所以應該把握好這個機會 把香港人 想要的意見 各方面 就是把握機會溝通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就是在 10日上午在愛沃華州 就是 發表90分鐘的演講 就是 在 全國有大量的支持者 就是要來支持特朗普的演講 也說要奪回美國 英文就叫做 Take America Back 愛沃華州就是美國 其中一個就是重要的搖擺州份 在2016年的 大選裏面 特朗普在這個地方大升 也在去年2020年的總統大選裏面 也在愛沃華州打贏拜登 根據這個 地方的報導 以及民調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愛沃華州的 支持率是53% 就是當地的民調最高點 而拜登不是只有一半 不是47 只有31%支持率而已 換句話說拜登在這個州份的支持率 就相當之低 愛沃華州這個地方就是選了很多共和黨的領袖出來 所以一大堆共和黨的 議員就來聲援特朗普 甚至乎特朗普在演講裏面 還繼續說 要不需要在現場立即 endorse 去參選 特朗普發表演說 沒有說到他就說要再戰 2024 他的集中的焦點 就是 明年的中期選舉 但是實際上他的主要的演講內容 就是跟拜登政府宣戰沒有分別 此言就要取回美國 要取回白宮 也 特朗普在演講裏面 繼續做出一些承諾 包括一些政策 說例如我們要盡快完成這個 邊境的圍牆 要一勞永逸 結束非法移民 他也說要重新來一次 就是 誠實的選舉 這件事的確是針對著 就是 拜登政府 民主黨作弊 他也認為如果一次 誠實的選舉 他實際上會贏 這也是我們的看法 美國之所以這次拜登政府能夠上位 基本上就是靠 出籤 靠腦屈 靠腦點選民 一部分投給拜登的人就是被拜登騙了 另一部分當然就是有些票 有問題 根據華盛頓郵報所說 特朗普在今年8月 8月就是 美軍 撤出阿富汗 撤出阿富汗造成 史無前例的重大災難 不僅 出賣了阿富汗 導致整個阿富汗政府 就是 一星期之內全面倒下 再繼續 中國大陸 造成盟友對美國 毫不信任 中國大陸 對美國 更加事無忌憚 覺得你也是沒有牙老虎 覺得你 在阿富汗也要撤退 出來大肆慶祝 塔利班勝利 所以 局勢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自從拜登去處理阿富汗撤軍問題之後 造成大量的人 包括一大堆左膠 本來就是支持民主黨 就是支持他們做一些左膠行為 但是阿富汗撤軍就是一個 徹底底 的一場人道災難 就是由拜登一手速食 導致 大量原本投票給 拜登的人要左想右想 所以 特朗普也看到民調的變化 其他的共和黨人也有機會出來選總統 當然包括副總統 彭斯 不過當然我們就斷定彭斯沒有機會 還有就是前國務卿蓬佩奧也有機會出來選 最大機會就是再等多屆 所以這裡真是話分兩頭 有機會這個是 未來的美國總統來的 真是很好把握機會 我就沒有機會了 還有就是 Tekus 還有Marko Robio 這些 政治人物全部都來過愛愛華華 所以愛愛華華就是一個美國的政治人物 用來測試自己的水溫 知道自己有多受歡迎 特朗普從來都是一個顛覆美國的人 特朗普一出 其實其他想參選的人 那個風頭 全部都會被特朗普蓋過了 所以就算跟他同一陣營的人 就是有愛有恨 他的敵手就更加不用說了 基本上最怕就是對著特朗普 早前美國也有分析 說擔心下一屆 拜登現在的表現 再加上他的年紀和精神狀況到底是不是 有能力出來繼續競選連任 這個就相當成疑 而事實上民主黨也沒有別人可以統一 換句話說 找一個候選人出來能夠對付特朗普 的機會就相當低 所以 民主黨也有很大的困境 特朗普也早前發表聲明 說現在的美國政府 拜登白宮軟弱和腐敗 Weak and corrupt 根本就完全不被中國大陸尊重 根據他的預測 兩個國家到最終 就很可能要走向開戰 特朗普也在6日的時候發出警告 說美國 就是 向塔利班近乎完全投降 導致美軍 損失了13個 士兵 也 不見了850億美金 的武器 而這些武器 很大機會就已經 流向了中國大陸 和俄羅斯 他們很可能會把這些軍備 重新 拆解 然後就抄了裡面的東西 再變成了自己的武器 從這幾點去說 特朗普 說到 美國很可能 跟中國大陸要來一場大衝突 當然現在距離 特朗普再去參選2024 還有好幾年 而且 是不是 真的能夠再重新上任呢 充滿著很多很多變數 包括深層政府 會洗橫手 這次洗橫手的力度 到底會不會變本加厲呢 現在這一刻就很難預測 不過只能夠說我們 任何東西都要期待一下 一方面又不要將 全部的心 壓下去 只是想著靠美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每一個可能性 都要期待一下 所以一定是有些矛盾的 但是沒有辦法 最壞打算就像現在 最多就是靠自己 很多 激進組織、武裝力量 包括維吾爾人 甚至乎加入了這個ISK 襲擊阿富汗 一樣沒有美國在你背後 那不代表沒有美國就甚麼都做不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有甚麼新資料再跟大家跟進 好 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裡 拜拜 敬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